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今天的经文 《立位记》第25章 39到55节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 不可叫他向奴仆服侍你 他要在你那里像故宫人和寄居的一样 要服侍你直到喜年 到了喜年 他和他的儿女要离开你 一同出去归回本家 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不可卖为奴仆 不可严严地狭管他 只要敬畏你的神 至于你的奴仆 婢女 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 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 在你们地上所生的 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 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 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 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捡出奴仆 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 你们不可严严地狭管 住在你那里的外人 或是寄居的 若渐渐富足 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那外人 或是寄居的 或是外人的宗族 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 无论是他的弟兄 或博熟 博熟的儿子 本家的尽知都可以赎他 他自己若渐渐富足 也可以自赎 他要和买主计算 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喜年 所卖的价值 照着年数多少 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 若缺少的年数多 就要按照年数 从买价中偿还他的暑价 若到喜年只缺少几年 就要按照年数和买主计算 偿还他的暑价 他和买主同住 要向每年雇的工人 买主不可严严地狭管他 他若不这样被赎 到了喜年 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今天的经文是 立位记二十五章 三十九到五十五节 我们首先来看 第三十九节的经文 在这里圣经说 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 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给你 不可叫他向奴仆 服侍你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的这个世界当中 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 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 奴隶是属于奴隶主的这种拥有物 奴隶的身份是很低微的 奴隶的身份是很卑贱的 很多时候奴隶主并不把奴隶当作人来对待 当作人来尊重 奴隶是没有任何人格尊严 是这个社会当中最低微 最被人看不起的人群 所以奴隶在这个社会当中 很多人是不被当作人看待的 其实我们知道 在古代近东的神话当中 他们认为人的受造 是战败者的神 神的血液所造成的 而人类受造的目的 也是为了服侍那些胜利的神受造的 我们知道在古代近东的宗教当中 都是多神的信仰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神 神与神之间会产生征战 因此人类的受造是服侍 服务那些战胜者的神 他们的受造是低下的 卑微的没有任何尊严的 在古代的文化当中 那些君王君主和社会当中的 善流人物都被神化了 他们好像是代表着神一样 在统治自己的奴隶 统治自己的国度 而服侍他们的奴隶 也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他们好像是服侍神一样 因此人类自己本身 在那样的社会当中 很多奴隶也认为自己是卑微的 是低贱的创造 但是在圣经当中却不是这样 圣经虽然没有直接说奴隶制度是不对的 但却一直在反对这样的做法 上帝也借着这样的社会 也借着这样的文化和风俗 跟自己的子民说话 让他们活出不一样的生活 活出圣洁的生活 活出祭祀的这样的国度 神的百姓敬畏上帝的人 也必须尊重奴隶 若弟兄渐渐穷乏 将自己卖了 主人也不可将他视作奴隶 一样来对待他 在神的眼中 在神的眼中 每一个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 无论是富有的 无论是贫穷的 他们都是具有上帝形象的尊贵的创造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当中 需要互相尊重 不要看不起那些身份比我们卑微的人 耶稣基督作为三位一体的圣子 他亲自跪下给罪人洗脚 这里面还有一个即将出卖他的尤大 当我们去思想耶稣的这种作为的时候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当我们亲看别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看一看耶稣 看一看神的作为 在真言书29章3节这里说 人的高傲 必使他悲下 心里谦逊的 必得尊柔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神的形象 上帝的创造跟古代静东神话当中的创造 是不一样的 神创造我们是尊贵的创造 是荣耀的创造 是具有上帝形象的创造 我们无论看每一个人 无论是尊贵的也好 卑微的也好 他们都是具有上帝形象的人 谦卑自己 尊重每一个人 这是敬畏上帝的表现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55节 在这里圣经说 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分享这节经文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百姓本身是奴隶 他们400年在埃及为奴 他们是奴隶 统治他们的是埃及的法老 因此在埃及的生活当中 他们只有一个身份 这个身份就是奴隶 但是上帝亲手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他们的身份改变了 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十九章一到六节的内容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从此不再被称为奴隶 他们被称为圣洁的子民 祭祀的国度 这意味着 他们与上帝拥有了关系 拥有了神圣的关系 约中的关系 以色列人被拣选成为神的子民 他们同时也带有了历史的使命 那就是万民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 在整个以色列大军 他们出埃及进迦南 进入到依许之地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旅程 有很多人会因为他们的身份 会因为他们是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子民 他们会认识神 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其实有很多外邦民族 正是因为他们信仰上帝 比如像喇合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为了这个使命 他们自然也是神的仆人 虽然他们拥有了新的身份 是圣洁的子民 但他们也是神的仆人 成为神的仆人 并不意味着成为神的奴隶 上帝并没有说你们是我的奴隶 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他们 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对待以色列百姓 无微不至的关怀 他们饿了就给他们吃的 他们渴了就给他们喝的 四十年的旷野 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 他们没有穿破过一双鞋 他们没有穿烂过一件衣服 神无微不至的关怀 带领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因此成为神的仆人 是成为君尊的祭司和圣洁的子民 并带有这种历史的使命 去为神去服侍神 去完成自己生命当中的真正 所应当去做的事情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上帝重价赎回的百姓 无论身份的差异 无论知识的高低 无论贫富的差异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都是上帝所拣选的 因此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 我们彼此之间是彼此相爱的 即使因着世界的缘故 我们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 但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纵价赎回的罪人 我们需要明白 我们自己真实的身份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 我们需要谦卑自己 记住自己的身份 总要看别人比我们强 一个三岁的小孩 或许能够成为我们的老师 一个三岁的小孩 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 成为我们的朋友 教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功课 一个残疾人 一个智战人 他里面所拥有的 或许是那些高学历者 不曾拥有的 那些智战人 那些残疾人 或许能够成为那些哈佛的 那些耶鲁教授的老师 他也拥有了这样的能力 上帝就是那么的奇妙 人类的受造 就是那么的奇妙 无论我是谁 记住我们共同的身份 我只是一个罪人 是上帝的仆人 仅此而已 愿上帝祝福大家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要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 再一次能看到 我们都是主你的仆人 我们拥有着共同的身份 主你的仆人 天父也求你让我们 时刻明白我们自己的本质 我们也是你纵价赎回的罪人 主要让我们真的是 谦卑我们自己 让我们看他人比我们强 让我们时时刻刻通过他人的身上 能够得着属灵的教训 属灵的恩典 让他人时常能够成为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朋友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